好 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用 这道题呢 也是常见的经典问题 就是拿掉一个数之后的平均 那对这个问题 我们常用的手法就是什么 就是用极端值 我今天呢 如果取掉最小的 所以这样子呢 就会小于等于2加3 一直加到这个n 那这里的这个平均 把它除掉n减1之后呢 那这里取平均的结果呢 就会是2分之n加2 好 那大一等于1加2加3 加到这个n减1 会是什么 对 那这里的平均值呢 就是取中间下 这是2分之n 这个式子同时乘2 我们就会得到 是101.6 会小于等于n加2 那这边大一等于n 好 因此符合这里答案的n 它的候选人就是什么 100跟101 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这边还有个线索 就是分母11 所以呢 我扣掉1之后呢 应该要是11的倍数 所以复合的人就走100 101就不合 所以今天拿掉的数就是什么 1加2加3 加到100 然后扣除 11分之559 再乘上99 所以这个答案呢 就是19 好 所以此题的关键手法呢 就是利用极端值的情况 来建立不等式 好 那接着呢 再讨论一些因素 帮我们确定可能答案 对 然后通过一些计算 就可以找到答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